终于找到一家小吃店 但是这也是人家的住的地方 所以我要了一个粉 现在坐下来的 想要吃了 找地方坐下 烤粉来了 炒到辣尾的扁粉 刚才太烫了 我先吃一碗 嗯 这个粉有点像我们北方有一种叫碗托的东西 还要了一个土豆的芭芭 薄薄的 嗯 还可以 吃饱饭出来 这个古镇啊游客多的时候呢 就是老板 游客看老板 游客少呢就变成老板看游客 我在这边就成了唯一的古镇游客 没有第二个游客这个里边 半天 有点没有 把米罗也放出来了 让他 在这个古镇里边走走 因为我在这个古镇里边啊 没看到我一只狗 就可能他们这边的人不养狗吧 别说完就打脸啊 好 今天吧 有点冷 太阳出来又太热 现在刚好是中午的时候 太热了 我要和米罗回车上去了 到车上洗个澡 洗澡去 中午洗澡最好了 因为不冷 回到车前找一下钥匙 哎 钥匙哪去了 经常这个忘记 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上车了 现在车里肯定是闷热的 等会儿米罗站着别动 擦脚 现在车里是各种闷热 我不得不把这个 逆扁器打开 空调遥控哪里去了 这里 我把空调打开了 哇 这现在空调还在炙 炙热模式 先调到17度 不行了 刚好可以看一下这个 电使用情况 现在是97% 现在用400瓦 400瓦的启动 咱们计下10 这样就知道耗电量了 现在时间是 表呢 1.04 好嘞 洗澡 已经洗完澡了 顺便洗洗衣服 空调还开着 这件衣服呢是白色的 所以 等下单独洗吧 这是我要换的衣服 这件衣服其实我 在货外穿会比较好一点 换它吧 现在洗完澡 只用了1%的电 还是2%来着 现在总共是1000瓦 好多大 因为我还有开洗衣机 然后还有开空调 还有开电扇 电扇可以帮助空调的风循环在这个屋子里面 这样它就会凉下来很快 看它是不应该给它洗个走 洗完澡了刚刚洗完澡 头发还没有干 喝一杯冰冰的饮料 今天下午可能就不出去了 外边太热了 我在车里吹空调 衣服已经全部洗完 挂到外边了 太阳好像也进去了 是被这片云稍微遮挡了一下 等下估计又得出来 空调我已经关掉了 用掉百分之几的电吧 让整个车都凉下来 现在已经不那么太热了 所以我就把通调关掉 反正无论如何晚上都可以去那边去充电 所以就洗洗衣服 还可以接水 哇太阳又出来了 这边有太阳刚好就可以一次性把它晒干 拿进来 上次给大家介绍这个 我的拍摄设备啊 只介绍了一半 还有就是前面的这个 360 360呢它 我经常会把它 跟前方的gopro一起打开 这个它其实是旋钮旋上去的 很多人拿这个当行车记录仪 其实也是可以的 前后它都可以拍 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麦克风在这边 还有这边 这边三个 但是 它的收音很差很差 所以我得需要靠它 这个话筒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它是单独收音的 也可以 连接这个音频显 直接让角落的gopro收音 这个也是可以的 就是前前面的这个拍摄设备呢 呃 大多都是我自己用来保存的 很少发出去 还有就是 它 旁边还有一个 这是我之前之前滑雪时候用的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好处是 防抖还算可以 然后它拍摄的角度呢 要比gopro还要广一些 就是它可以拍到那边到这边 呃 唯一不足的就是 它没有屏幕让你看不到 但是我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 这个东西呢 它是它的遥控 上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 画面显示的 上面是什么 这个是可以看到画面显示的 所以有了它之后呢 它就 有一定的作用 左边右边都得需要这个 中间的话筒来收音 不然的话它就 所有的拍出来的都 声音是很混杂的 包括这个 嗯 发动机的声音啊什么的 都会混起来 所以就需要一些 嗯 你看我前面的线接的很乱嘛 没办法 因为这个 它们都需要充电 我又不想把它们拿下来 一个一个充电 只需要一个音频转接口 然后 用它直接接入声音 GoPro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如果没有条件的话 它还是可以 因为它是 7号电池的 所以经常这个7号电池啊 会没电 所以接一个 充电的 但是它并不会充电 它只会在接电的时候 它不使用电池 前面的拍摄设备就是这样子 360的好处是可以 这一圈都可以拍到 到时候你选镜头 你需要哪一个部位的镜头 你可以自己选 那个GoPro呢 它也会拍到主要拍驾驶位的这个方向 它可以拍到前面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前面突然来了 我这个是带 镜子是带一个前后的录像的 但是它拍出来的那个 就是没法看 变形激变太严重了 比360这个激变还要严重 所以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拍摄设备 它只是帮你记录的 大概就是这样 前面就是这样 还有一部分 下次说 现在要去接水电 我的钥匙呢 冒子 出去我要把衣服收回来 等下再挂出去 因为刚才有洗衣服有洗澡 所以水用了一多半了 水管要先拿出来 每次把水管放在这边 哇这里边怎么会有水呢 可能前两天下雨吧 这个很容易潮 还是用这根软管就够了 不需要 不需要用这个 长管 放到这边 水已经顺利接好 从这个温身间 它这个卫生间还没有投入使用 但是水电都是通着的 所以我先把水加好 然后再充电 电也接通了 这个电线啊 其实一般情况之下 是够用的 我接电呢 它只是里边转进去一点点 那边是你侧 其实在左边这个墙上 过去呢 这根线大概有十几米吧 我车下面还放了一部分 但是呢 通常不会有这么好的充电位置 你通常停不到这个 卫生间门口 或者是电源附近 所以你需要这种软线 我为什么没有带那种 像是水管一样那种卷盘呢 我的空间 我的空间太小了 就是我带的东西太多了 没有办法带卷盘 带卷盘我就放不下去了 所以我这里有一坨 20米的 一坨45米的 两坨加起来就算是听到 天涯海角也能冲得到电 对吧 所以还有这个 这个它本身带的这根12 这根12米还是13米的这根线 就肯定是能冲得到 冲得到电的 我的那个水盘呢 它是卷的 因为我还有一点空间 放那个水盘 在电线和这个选择 就是这两个只能有一个是 卷盘的 就选择了水管 因为电线不是经常用的到 电线我通常走的地方都是 在附近不会超出那么远的距离 即便把车停到这边 我等下充满电源 就把车开到 位置相对好一点的地方 大概21%一个小时就充满了 移动了一个位置 为什么要移动到这呢 因为这个是往这边 路是往里边倾斜的 我可以排废水 直接就排到这个下水间里边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灰水排放 通常就是这样排放的 这一般都是洗澡水啊 洗菜水啊 洗手的这种灰水箱 你看它逆流会流到这个 旁边这个下水井里边 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一个下水井 我通常都是听到这种 街边的地沟边啊 或者是马路边的水坑边 这样直接放了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坡道 刚好可以流到这个里边去 挺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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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